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就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的三章17到18节 题目是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约翰一书三章17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什么是爱呢 主耶稣基督已经用行动告诉我们何为爱 他可以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舍命 也称我们为朋友 这就是真正的爱 但是这样的为朋友舍命 也不可能藏在我们中间上演 否则我为你舍命 你为他舍命 这样子舍命下去 谁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呢 所以啊 为人舍命是爱的最高境界 但是就算是为人舍命也得看场景 为对方舍了命也得救得了对方才行 所以一定有许多表达爱的方法方式 比如说关心人 为人祷告 为人祝福 也都可以说是关爱对方 对不对 是的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 甚至是以财物 舍给穷人也不一定就是真的爱对方 有的机构是用预算作为导向来施行慈善 他们甚至不仔细看对方的真实需要 就只知道给钱或是给物资 这样能够叫做爱吗 这些事情都是无可否认的 于是有人看到了这种趋势 就发现了下面这个低成本的爱人方式 主不是要我们爱人吗 那么我们就遵行主的教训 常常为弟兄姐妹们祷告 关心他们 向他们祝福问安 这样我们也算是做到了主对我们的要求 于是教会里面就平静了 大家也不用再良心不安 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了 这样的情况过分到一个程度 就算是耶稣弟弟雅各都看不过去了 他在雅各书中写下 若有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 又缺少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那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种事恐怕在教会中是常见的 连雅各都如此的在书上写下来了 而约翰也是看到同样的问题 他更是直接的讲出问题的核心 他说这些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 也就是说 他们的问题是从塞住了连续的心就开始了 约翰知道神有给我们每一个连续的心 就是连动物在看到同类或是其他物种在受苦 在难过时 他们也都会同样的感受到难过 这就是为什么狮子和老虎虽然是需要吃肉的 他们在抓住猎物的时候也都会用最快的方法 让猎物窒息而死去 然后再吃用其用 所以约翰说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连续人的心 你们看到弟兄姐妹在受苦 你们也明明有连续有感受 但是你们却因吝啬财物 就塞住了连续的心 选择性的忽视他们的实际需要 不肯有真实的行动 还假模假式的给了一些口头的祝福 这样就好像是可以过了教会里的那一关 但是约翰说 你们是过不了神的那一关的 约翰说 你们不能实际上 真正的爱你们看得见的弟兄 那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要知道神是看不见的 人爱神不爱神 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是很容易忽略的 再说了 神给我们的重要命令 就是要我们能够爱人 因为人是神所造的 神也希望他所造的人 能够在世上免于痛苦和为难 因此就希望 思维的人能够造他的旨意 能够爱人 神不但是爱人的 同时也是信实的 神希望我们要能够像他 要我们能够爱人 另外没有说出来的是 神当然也希望我们和他一样是信实的 那么那些塞住怜悯之心的人 是否也是不真 不信实的呢 那这些我们要到下一篇再来讨论 愿神怜悯和帮助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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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